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中西人民講談》 又是我做講座了 今天的講題是 《論何兆基教授如何品評如偉聯博士之柔話》 版面那裡 左上角和右邊那張照片 是我去Global Finance Gallery 是去聽譚慧平教授 何兆基教授 御偉聯博士 跟著另外還有林嵐 他們的Teaching Artists聯展的講座 是用我的手機親自拍下來的 當時余偉聯博士是展出一幅油畫加一的錄像 是講述余偉聯博士因為他在鎮大的視角藝術院裡面 教油畫的studio仍然是在彩虹的啟德校園的 就不是在九龍堂的CVA大樓裡面的 他很多時候都要往返九龍堂和彩虹兩邊 這樣去走走走走走走去做教學和做行政 每一次他去看校園的油畫studio那裡 是去預備教學的物資來說 去把那些畫假動好或者設定好那些 steal life的objects那樣的 在窗外去看余偉聯博士 在那裡很勤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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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樣子 是點滴在心頭的 於是就做了錄像是錄著余偉聯博士 日以繼夜不眠不休的樣子 在啟德校園的油畫室那裡 是去簡單說是好像做四那樣 那種這樣的生活模式 是將它記錄了下來的 是一個documentation這樣 然後余偉聯博士就將它在啟德校園裡面 就是那些見到畫假或者見到那些 那些傻伙猴那些的意象 是放回去那個abstract language的表達上面 另外其實啟德校園後門那裡 也都是有一個遊樂場的 那因為啟德校園是 前英國王家空軍俱樂部的古蹟 所以它都有一些recreational facility 就是有籃球場 有遊樂場 但是當年我比較少用的籃球場 那其實當余偉聯博士去set up那些畫假的時候 它的意向機質也都是跟那個遊畫室後門窗 看出去那些的籃球場 遊樂場那些景象 是有一個fusion那樣的 所以這一幅畫 我們不要用常人的邏輯去看 總而言之這些就是余偉聯博士的意象 是他對啟德校園那種投入的意象 這是我自己拍出來的 角度是我 我故意這樣斜斜地拍給大家看 就是它是一個混合媒介的作品 混合媒介的展品 就是你可以當作裝置也可以的 好了 下面那一幅是有很多的白飯魚 鞋兔 鞋箭 就好像蠶豆那樣是盯著在一起的 而那個canvas的幾邊都放了一些蠟燭的罐在那裡 其實那些的鞋兔鞋箭和白飯魚堆在一起 是不是在說余偉聯博士 就是在他年幼年少時代 就是砸石仔起家去生存 然後到成人終於可以讀到藝術系了 兼是做到藝術研究教學那條路 那其實都是那些鞋箭去幫他支撐著他的人生的 那很多時候上一輩60後50後那些長輩 他們讀書的年代其實沒有鞋子穿著的 那白飯魚就已經是幫到他們去跑陸運會拿獎牌了 就算白飯魚穿了也好 都是值得的 說真的 反而是磨練到他們的意志 那我就覺得余偉聯博士他這幅畫 是很講返以前那一代的香港情的 是的 因為以前讀藝術不是必然的 那小學中學年代 就是美勞堂也都是閒科了 那其實一般的男生都是靠跑步或者跨欄 或者跳高跳遠去拿到學校的goodwill 然後跟著繼續去走的人生這樣 是的 那這個就是余偉聯博士想表達的思想這樣 那其實余偉聯博士他畫的素材是很多的 那又不只是講啟德校園或者白飯魚那麼簡單的 那何兆基教授他就專程選了文字學這個範疇的創作去評論的 那何兆基教授他以前跟章義是學標數的 都有畫一點點油畫的 那些年代那個時候 香港藝術館的香港藝術商年展 何兆基教授都試過用意象油畫是入圍的 就是入到西方媒介展館那樣 那何兆基教授就快退休了 那他退休前的一個的傑作就是做了一個 賽馬會手作確幸的工藝計劃 那就在PMQ原創方那裡做了一場 ceramic和sculpture的展覽 是邀請港九新界不同的中學的士藝科的師生一起去參與 什麼樣的樣子 也都同時會搞一些是 ceramic 啦 sculpture 啦 glass 啦 jewellery 啦 wearable 啦 的香港藝術師 的一些的seminers 和一些是 exchange workshops 那樣的 那何兆基教授和余偉聯博士呢 大家都是在教學工作那方面呢 是在RMIT那邊出身的 所以何兆基教授和余偉聯博士 再加上譚偉聯教授和林嵐呢 其實他們幾個是很朋友的 那何兆基教授呢 就試一下幫余偉聯博士的油畫呢 去寫一篇藝平文章 那好了 我們看看余偉聯博士的畫作了 何兆基教授呢 就在我讀B.U的時候呢 他還沒進去教的 是我離開了B.U 就是何兆基教授才加上B.U 譚偉聯教授呢 就一直都是C.U 那 那 余偉聯博士呢 就和何兆基教授是 差不多時間加上B.U 都是我走了之後的 就是我和森林走了之後 是的 加上B.U 那 好了 何兆基博士 對 反而是我進了中大發大之後 就才被他教 是的 好 那麼 那余偉聯博士呢 就是我沒有完全被他教的 是啊 因為 我讀B.U的年代 是卓有瑞老師教油畫的 但是我個人就很欣賞余偉聯博士的油畫 這樣子 那麼 曾幾何時呢 BUVA最高峰是有三位游化教授的 就是卓有瑞老師 黎明海博士和余偉聯博士 後期就減到只有余偉聯博士一人 到了現在 衛丙江校長年代 余偉聯博士就做了視覺藝術院的處理總監 就是曼青力教授的位置 或者是Professor John Aiken 和Professor Louis Nixon的位置 他也是副教授 成大創業媒體過來的Professor Jeffrey Shaw就是系主人 是的 那個角色就是Francis 就是院長級數來的 說真的 是的 那個級數 我們看看Francis 下面那些油畫 第一幅就是在一個天台拍到一個大的 舉手指弓的一個意象 是的 那天台旁邊就是石屎森林 而下面就是維多利亞港 有帆船的昔日的景色 那就是其實呢 講的是 上一輩香港人很多時候是住天台屋 在天台的學校讀書 然後看上街就見到繁華鬧市 那麼好了 夜蘭人靜的時候呢 都是看著呢 天台下面那些萬家燈火 那樣去思考人生 那麼好了 如果石屎森林是這樣陪著香港人長大的話 那麼其實 真造財那些的物保 同樣地是陪著香港人長大的 大家看到那個手指弓呢 是碰著呢 有一塊碰著另外一個大廈呢 頂部那個天台呢 就是國王那些 那些粗體的字款 是真造財的物保來的 其實Francis告訴大家這個石屎森林呢 是有文藝色彩的 是的 那差不多 真造財是陪著Francis呢 是長大的 是的 就是這樣的意思了 那麼到了第二幅呢 就是踢完球 一邊有鞋子穿 一邊沒有鞋子穿的樣子 那樣子 擺了兩個足球在旁邊這樣 是的 那就是其實說 很多時候都沒有漂亮的球鞋子穿的 但是就很想踢球 然而很多時候都會踢雙腳這樣 好了 第三幅呢 就很明顯是一個暖男爸爸 生的 很可愛的BB仔 那麼呢 就剝乾豬爬爬爬爬爬這樣 然後呢 有兩個壇貫呢 是佔著這幅的爬爬的BB油畫 那就是那些童子尿呢 是很有珍藏價值的 因為BB呢 就是這樣長大的了 那樣子 就是押薯鼠這樣長大的了 那麼第四幅呢 就是有一個人影是看不到樣子的 那就是被一些激光射著 跟著呢 他下身呢 是一個殉賊的山石 再加上條狐狸尾的樣子 那樣子 那樣子 我個人覺得呢 就是說 在一個江山漁畫的隱日的異景背後呢 都是隱藏著人性的狡猾 是的 你想著是可以歸隱嘛 但是人呢 是可以鼓滑到呢 是起底底去找出來 然後再繼續每一天那些是是非非 還有權鬥呢 是在循環的那樣子 那這個呢 就是講話的 中國人那種的隱日思想呢 是有一些矛盾位在那裡的 好了 第五幅呢 就是有一個的拳頭 那麼呢 是有些雲帽呢 是在那個手 那個老鼠仔那個位在那裡飄移的那樣子 那這個呢 可能是講上帝之手來的 那樣子 就是上帝會不會插手下去 這個sacularity 而是去獨亂反正人與人之間的紛爭的事端呢 好了 第六幅呢 就是在漆黑中呢 那隻手呢 是去抓住那塊藍色的戰鬱這樣 那塊藍色的戰鬱呢 其實呢 是有些像滑鼠那塊的那塊戰鬱的 其實我們是不是習慣了拿著滑鼠去做人呢 就是連手是平時擺在桌子上都好像拿著滑鼠那樣呢 如果余偉聯博士小時候那一代是沒有電腦的 那都是拿 要不就原子筆啦 要不就是毛筆呢 是去寫那些九宮格那些上大人孔領紀呢 那樣子就不會說整天在那裡呢 很繃緊的那樣子去抓住這隻滑鼠那樣子的 那余偉聯博士就是講 就是現在人變了其實抓滑鼠多過抓筆 變了我們的手好像有些小兒麻痺那樣子 大家看到其實余偉聯博士這一組畫呢 都是從人的手足 就是手和腳那些的動作呢 是去出發去做延伸的聯想那樣子的 就是這樣的系列的表達 就是簡而正 好了 何兆基教授呢 他的篇文章《來回往浮》 《獨如偉聯的畫中詩》 這篇文章講些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遊走於影像與文本之間》 我們經常講文本 什麼叫文本呢 就是可以是一個storyboard 可以是artist statement 可以是curritorial statement artist statement是很感性的 如果storyboard 就是好像有一個sketch book 然後做一些的 的iconography 加一些的陳述 和一些dialogs的記錄 這些都叫文本的 文本是很廣泛的 其實如果大家做visual journal 裡面那些text and images 某程度都是文本來的 好了 《遊走於影像與文本之間》 影像就很明顯來說就是movie 或者animation 或者是video documentation 那類的 好了 可說是余偉聯過去十多年創作的主軸 或者我們接受媒體的衝擊 那些都是影像 好了 傳媒電視或者電影那些片段的衝擊 都是屬於影像 但是文本呢 就是 例如說小說都是文本 或者劇本都是文本來的 好了 其中好色作品以堂詩送詞 乃至流行曲詞入畫 如果用流行曲詞入畫呢 這一個的境界呢 就徐貝茲就寫一層奕迅的歌啦 那有沒有人會用流行曲詞入畫呢 其實心靈和Color那首The Bright Side那套的MV呢 有很多不同的自然動物是繪本來的 都是流行曲詞入畫的一種創作 大家還記得 心靈和Color呢 就是被安排在西九那裡做一場的 穿著白色長衫去跳舞的Performance Art的 這一個是prelude來的 然後心靈和Color呢 他們唱的那首The Bright Side呢 在文本上是轉化了做一段是繪畫的MV 那時候轉化了繪畫的MV呢 很多前夫有一個媽媽的聲音 就是說 喂 我見不到心靈啊 Babby啊Rinka啊Math啊他們 只看到一堆畫就不知道說什麼 因為很多前夫不是art的background出身 他們不是很了解到心靈呢 有讀art呢 內心是想什麼的 其實呢 文本式的流行曲詞入畫的創作呢 心靈是勝任到的 The Bright Side是勝任到的 那不要小看就是說 哎呀 心靈呢 現在進了娛樂圈了 都不講藝術的了 其實他在滲藝術元素進去他的演藝圈的創作裡面 好了 有文字圖像直接介入畫面 就好像《The Bright Side》那首歌那樣 很明顯的了 其實是講著蘇晴 他面對阿Mo受傷很大的衝擊 然後就有一段時間是好像真空了那樣 就是沒辦法八個COLA的成員一起去做Performance或者做節目 那好了 終於在斥測頒獎禮之前呢 COLA終於重新合體了 其實這種重新出發 重新去團結那種COLA的精神呢 就是有文字圖像直接介入畫面的一種創作模式 就放了在《The Bright Side》這首歌的歌詞和MV的繪畫上面 好了 有文本意韻轉折透足概念 視覺與情思縱橫回蕩 流露幽幽的詩意 本身呢 如果說歌詞呢 流行曲詞呢 都是有詩意的 就好像Winker一手造成這樣 令我可以聯想到 就是我2007年那位前度怎樣跟我分手 那些片段這樣 那是不會說我很不開心 我很傷心這麼片面的樣子 真的有一種詩意去表達到 為什麼我不開心 或者我不開心的過程是怎樣 或者是抑壓那種情緒 是怎麼樣去發酵 那樣的 這一種就是個詩意了 好了 《本民視從余偉聯》的相關作品 看見此種憂憂詩意如何新成變幻 但在進一步討論作品之前 先引述幾則參照 作為論述的切入點 好了 何兆基教授呢 就引用了中國美術史的論述了 未摩蕊之詩 詩中有畫 觀摩蕊之畫 畫中有詩 摩蕊是黃摩蕊 即是黃維 是唐代的水墨畫家 黃維和張維的始創水墨的歷史地位 都是同等重要的 水墨不等同遠看畫的巨碑派山水 兩回事來的 遠看畫的巨碑派山水 有范寬國熙 李成 巨賢 京浩 關童 李唐 這些就是遠看畫的巨碑派山水 但是如果黃摩蕊 即是黃維和張維 他們的山水是屬於純水墨山水 就是近次米肺的境界 何兆基教授就覺得 余偉聯博士是用流行曲詞入畫的那種詩意 是近次黃摩蕊那種水墨的意境的境界 不是更形似更神似 兼且是以題拔去詩畫同源 詩書畫印同源 這樣去講出一些文人的感受 何時非教授認為 這種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的境界 是可以令到余偉聯博士 或者其他畫家 畫畫是傾向了Ugly Aesthetics那邊 或者是Gross Tic Features那邊 而不是傾向照相寫實主義那邊 即是Photo Realism 因為你這個人是想著詩歌歌詞那些的含意 是去作畫的時候 你不會有行程去專注那個景象 如何去refy到極之刺那樣的 不會有空去想這件事情的 是的 他用了黃摩蕊的理論去引證 黃摩蕊這個理論是源自宋代蘇式東波提拔 《蘇摩蕊南關煙雨圖》裡面的其中一句 其實蘇式本身他說草木枯石頭 都是有黃維和張曹惠那種水脈意境 都不是說是講那個公整性的殉賊 還有勾股法不是講這件事情 是真的完全是破物或者是虹物或者是坦物的那樣的境界 好了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是蘇式對黃維詩畫的高度評價 這裡我是特別想說一件事情 就是連何兆基教授他自己都是用回中國美術史的理論 去解讀柔畫那些很感性的一些元素 就不是用虛無主義的理論去解讀柔畫 就算柔畫多麼當代都好 都可以用回中國美術史的一些理論去拆解 令到我們有一種empathy 疑情作用去品味畫的不同角落的故事 亦是中國歷代詩人與畫家竭力追求的藝術指趣 詩與畫兩種藝術形式 一以文字盛載 就是林寧剛所說的文以再度的繪畫創作 這個就是文字盛載 當中都牽涉文本 一直影像表達 其實我們現代人接受媒體和科技的視覺衝擊 而令我們將這些影像有文字去做一個陳述基礎 是去再現出來的 就是我們現代人所做的 就不是古人 例如說離開學能圖畫院 跟著是去外思造化中德深圓地去做山水寫生 就不是這一種的 就是說其實余偉聯博士 和古人那種的空憶物寫畫像那種的意趣是有些少不同的 因為余偉聯博士 他是受媒體文化影響的 還有文學 是現代文學 現代文學影響 未必每個人都是受媒體文化或現代文學影響的 有些人都會很純粹受天人合一影響的 例如李東強教授說人像畫 沒有任何媒體衝擊的元素的 他完全是由心而發去表達那種的物議 和那種野獸派的味道 是很隨性的奔放和解放 跟影像文化沒有什麼關係 跟文字沒有什麼關係 兩者能互為止涉 與中國文字以圖像為基礎的造字法則 有密切的關係 如果說真的用中國文字學去構思畫作 另一個高手就是近帝強 就是他的數字水脈 再且中國美學傳統以異境為先 亦造就不同藝術媒介間的一物相連 何兆基教授認為中國的異境 與西方的異向機質相通 下面有兩幅畫 一個就是宋代蘇式的怪木枯石圖 或者我們叫草木枯石圖也可以 另外右邊就是唐代王為長江即雪圖的局部 我還記得劉國松老師說 南宋的梁楷和木枯是現代水脈的典範 除了梁楷和木枯之外 其實蘇式、張曹、黃為和米肺都是典範 蘇式的草木枯石圖 其實是乾物和破物是去殉拆出來的 還有草草幾筆和有大片經營位置的劉伯 是重蝕骨髮用筆 旁邊的黃為其實是底層做了坦白的控掩 然後劉伯的位置就是去畫一些披麻雀出來 還有點抬出來的黃為那種水脈境界 但是我們看那個施意那方面 梁楷那隻孤舟 在雪糕裏面是去寒行的 它是破冰而行的 當然在說一些東西 很荒涼那種的人生 每一天都是感受到寒意的 可能是沒有愛情之論 或者是舉目無親 或者是孤身走我路去做學術 去自學 那就變成了好像在雪地裡面 去摸索水源那種 那種摸索是艱苦的 那種的樣子 跟余偉聯博士 剛才那些手足的主題的畫作 有點相似 就是說在天台屋長大 天台學校長大 穿白飯魚長大 沒有靚球鞋穿就去球場踢球這樣去長大 但是這些這樣的獅子山下精神 跟黃偉長江積雪徒裡面 那隻孤舟是去破冰而行 是有些相似的 就是在詩意上是有些相似的 所以何兆基教授覺得 黃偉是比較接近余偉聯教授的性格 都會有些相似的